画面中可以看到是在高雄的甲仙 外面正在下小雨 但是在一家面摊前面 却有一只猕猴闯了进来 跳上了这个柜台 直接拿了桌上的皮蛋 转身就跑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 你不来了 你不在讲皮蛋了 老板娘是吓得尖叫 而从监视器画面看得更清楚 当时有一整排人都站在这个棋楼下 看着猕猴接近 接着猕猴跳上来 抢完皮蛋之后就跑掉了 之后猕猴又二度折返 站在桌子上跟这个店家的男老板 一人一猴在对峙当中 最后男老板是拿起桌上防疫用的酒精 试图去威吓猴 想把猕猴给吓跑 而其实这只猴子 应该是因为肚子二家上摊完 所以才会靠近面摊 民众不要主动喂食也不必过度惊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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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